一个人的素质品质 就是说出生贵族 小飞可以说是皇家的子弟 他是爱新觉罗金的后代 所以郑黄旗 所以说可能他骨子里本身流着那个血 虽然我们经历了崩溃大革命 我也是经历过上山下乡 随父母下放到湖北的小山山区 大风大浪 放牛 与狼为伍 这些一系列的我们都经历过 但是我觉得父亲在清华大学 所以潜意默化 家族的影响 对他本身这辈子好好干 有得做 对 有得做 所以原来有一个想法 梦想 这行业男人 他这是慢工细活 我在想 挺难做是吧 传承 传承我孙女吧 你这么想好了已经 如今在工作中张兰总是直呼儿子汪小飞先生 而那个曾经靠着他每月继续一百法郎艰难度日的落魄少年 那位曾经因为活在家人的阴影下而倍感纠结的海归 在母亲的扶持下 在自己的努力下已经转身为商界精英 尽管皇室贵胄的族徽早已退进 尽管背负着难以抹掉的娱乐符号和公子和标签 但富二代已经成为合格的少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